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繼續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二和團式的罷買洋貨行動 似乎有放緩甚至冷卻的跡象 昨晚央視找來了新疆一家棉花企業的負責人做訪問 在這趟訪問裏面 那名負責人爆料出來 他說知道新疆有些棉花企業 一虧就虧了幾個億 原因無非是受到外國品牌的底製 另外有報導分析 如果大陸的罷買洋貨行動推行到底 最後受影響的 只會是外國企業背後的供應鏈 也就是中國企業的自身 最壞的情況就會使得大陸每年損失 上千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央視所做的訪問 如何自爆新疆棉花企業的損失情況 他們找來了新疆惠黎縣一家棉花企業負責人做訪問 這個負責人已經連續兩年 從一些新疆棉田收購棉花 而這些棉花就會在他的工廠加工之後 往外國出口 但是自從去年開始 就失去了出口的機會 這名負責人張彪就說 很多品牌都終止了來自新疆方面的原料供應 包括在供應商的選擇上 有些放棉了新疆棉花 有些索性放棉整個中國的供應商 他又透露由於他那家公司是處於產業鏈的上游 所以損失都不算太大 但是有些主要依靠出口的棉花企業 他們的銷售渠道已經被徹底打斷了 更加有部分的新疆棉企損失達到幾個億 這位張彪還說 如果外國對於新疆棉花禁令長期實施下去 就有可能對於新疆棉花的中間加工企業 都會構成比較大的風險 而工人的就業機會 農戶的種植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收入也會降低 這一篇訪問 其實原意就是想借著描述新疆棉花企業所面臨的困境 來趁機升討美國政府和外國品牌對於新疆棉的抵制 只不過大家聚焦於的當然是棉企面臨著的慘況 所以也印證出一件事 就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和有部分地方官 根本上亂吹一通 他們聲稱中國的棉花是沒有問題的 外國不用新疆棉只是企業的損失 因為新疆棉在中國根本是供不應求的 中國甚至乎要從外國來輸入更多的棉花 既然說到的損失是外國企業 為何有些新疆棉花企業是虧幾個億 所以央視這篇訪問無疑是對於這班官員打臉 同時來說 這班官員經常強調 說新疆棉就算在中國也是供不應求的 問題就是 如果那些外國企業真的跟正美國的規矩 走去全面抵制新疆棉的時候 到時受到波及的恐怕不僅是棉花的原材料 甚至乎 凡是牽涉到新疆棉的棉製品 都是會受到波及的 大家看看昨天 美國的亞馬遜電商平台 他們要求所有含有新疆棉製品 都要下架不准賣 這個其實已經響起了警號 如果這個嚴格的標準 是繼續推廣下去 受到其他電商平台和企業採用的時候 到時恐怕不僅是棉花廠本身出事 就連那些加工廠 全部都是全部落獲 到時 中國有沒有本事能夠通過提升和刺激內部需求 來消化本來用於出口的份額 有沒有那麼厲害 全部由中國自己買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早就搞內循環 就已經成功了很久了 就不需要又搞地攤經濟 一會兒又搞這樣那樣 所以我對於那班官員 所提出的供不應求論 是有很大保留的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本來因為東南亞爆發武肺疫情 有部份的訂單 的確是轉移到大陸那邊 但是現在 一搞什麼義和團式的罷馬洋貨行動 就搞到有部份的訂單又離開了 又轉出去 好了 搞來搞去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得不上失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原來在大陸的微博上面 有人作了這樣的評論 他說抵制一件商品 可能不是單純抵制一個外國企業這麼簡單 目前中國就是製造業的大國 抵制這家外國企業 可能就會影響到這家公司背後的供應鏈 而且供應鏈上的每一環 可能都有著中國企業的影子 影響到別人的同時 甚至可能是影響到自己 其實這個評論 我們在過去這兩三天的節目 都有提出過相同的觀點 事實上 抵制洋貨 到最後就是會抵制自己 因為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 就已經變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不是說分得那麼清 除非你說本身那家外國品牌 他就在外國設廠 而且那些原材料也是外國的 根本上整個供應鏈、產業鏈 全部都是外國完成了的 一條龍的 那你去抵制那些商品 就真的完全抵制洋貨了 問題就是現在有很多所謂的洋貨 根本上都是中國製造的 那你抵制什麼呢? 所以搞來搞去就變成了找自己的 根據一些統計數據顯示 中國的棉花和沙線等的原材料 主要就是用在三個領域 包括了有服裝、家用的紡織品 和產業用的紡織品 那在服裝領域方面 中國國內每年的零售額 大約就是一萬億人民幣 出口額就是八千四百億人民幣 出口就佔了中國服裝的總產量百分之四十六 家用紡織品出口就佔了百分之六十 這個產業用的紡織品 出口的佔比達到七成 將這三大紡織成品行業加起來計算的話 總出口的規模達到一萬三千三百億人民幣 出口佔了中國紡織業總產量超過一半 如果有一半的貨品都是賣給外國的時候 無論你是原材料也好 加工的成品也好 原來每生產兩件 就有一件是賣給外國的 現在外國企業說要抵制新疆棉 比如說亞馬遜這個電商平台 它就要求那些賣家 麻煩你出示一些證明 你有沒有一些證書可以告訴別人 你的棉製品是不含新疆棉 你哪裡找得到這些東西給別人證明 你如果弄一些假東西給他 你只是當別人Lulu 這些是沒得假的 因為每個人都弄一些假東西給他的時候 他隨時又會下閘 正式你有張樑計 他又過長梯 所以搞到最後 這些電商平台也好 買手也好 他只會一刀切 他也免得煩 如果真的搞到這樣 對於中國的經濟 他肯定會有一定的打擊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 中國在去年的出口總額 就是17.93萬億人民幣 所以大約有7.4%的出口 就是來自房職業的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很大宗的商品 所以大陸這個二和團式的 罷買洋貨行動 無疑就在外國企業裡 撩起了新疆棉的議題 搞到現在 根本上每個人都要被迫 去面對這件事 本來 美國說要禁止進口 新疆棉花和番茄 一早就已經說了 一月的時候 但是 那些電商平台似乎 就沒有很認真地去執行 但是 當大陸搞到要罷買洋貨 將議題了起 搞到這麼大的風波 結果 全世界的企業都要正視 所以搞到別人變成認真執行 好了 現在不單止是說 那些棉花工業是受到影響 就算是採購棉花回來做加工工業 一樣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別人說的就是 凡是你的棉製品裡面有新疆棉 他都不行 所以呢 就搞到其實是牽連甚廣的 所以又不單止是說 那些棉花田的工人受到影響 甚至乎在工廠那裡做工人那些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也可能是解釋到 為什麼這個罷買洋貨的行動 搞了幾天就直之軟了下來 因為你再硬下去的時候 只會搞到自己都受到影響 現在開始就有些消息傳出 說有部分的紡織廠 就打算把工廠撤離中國 因為在那些企業的眼中 如果外國真的完全不接受新疆棉 甚至乎是中國棉花 他都不接受的時候 那麼他就要被迫從外國來進口棉花 來加工了 好了 這樣就變成了 他在中國設廠的優勢就會削弱了 因為本來這些工廠 在中國的產業鏈就是一條龍的 你忽然之間說 某些原材料不能用的時候 他就會考慮一件事 就是到底他那家工廠 應該設在哪裡的成本 是會最低的呢 如果這些企業真的決定了 要永久轉用外國棉花 那麼分分鐘會加速產業設離 所以呢 應該這個叫做 霸買洋貨行動 是時候蓋旗了 因為就得不償失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